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所主办的2021花东漫漫游艺文振兴经济博览会 3号起一连三天在花林文创园区11号仓库登场 精选二三间花东在地协会 特色品牌还有地方创生论坛以及手作工作坊等系列活动 邀邀请民众一起振兴艺文经济漫游花东 文化部指导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2021花东漫漫游艺文振兴经济博览会 精选花联台东23家在地协会特色品牌参展 3日上午在花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11栋登场 活动还有地方创生论坛及手作工作坊 并邀请歌手乐团带来音乐表演参加看头 大家要一起努力做这样的文化传承跟推广 这个事业才能够恒博的发展 相对的我们其实也期待花联盟窗园区 能够有更多开放公众的利用 我想指引团队在这边其实他们都很用心 我们有机会也都会跟他们讨论 如何在这个地方变成我们的一个基地 我们的一个新的据点 把这些事情能够在这里发向拓大 希望把在疫情之后把这样子的一个花联在地的文化特色 能够让更多国内外的观众都能够发现跟了解 然后把这个大家辛苦努力发现的这些在地的文化的素材 如何能够去透过观光或者是深度旅游 能够让更多人来体验跟欣赏 那也让自己在地的社区能够把这样的文化保存下来 未来再扩大的行销推广出去 文化部表示 以艺文振兴经济博览会模式 创造独具的东台湾艺文经济 未来会持续在花创园区建构地方创生基地 非常感谢我们文化部 这个经费都是文化部来支持的 从书困到振兴 所以我们标准了19的摊位 还有我们协力团队协力厂商 这边有四个也跟文化馆有关的一些摊位 本来是进行两天 不好意思 姓主管是这样 我们跟厂商跟协力团队麻烦多一天 所以我希望把我们这些20几个摊位 能够好好的把它行销出去 达到文化部的要求 三天活动提供专属花冬漫游护照 让民众畅游博览会 搭配闯关即将活动 即满6点即可获得百元折价券 还有不定时竞标及有奖真达 要让民众将在地质感好物 花冬旅游一日体验券等带回家 欢迎民众周末把握机会 前往花联文创园区漫漫游 记者长邦彦华林氏报导